《新視覺聽新聞》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Cat 美國工人目前的薪資增長速度 比1980年代中期以來任何時候都快 每當通脹率上升 就會侵蝕就業人員部分的工資 意味著即使薪資上漲 工人們仍然面臨損失 美國勞工部公佈最新通貨膨脹的報告顯示 美國消費者價格在5月份同比升幅達8.6% 創下至1981年12月以來最快的升速 5月份的上升是由能源價格的急劇上漲推動的 能源價格同比上漲了34.6% 而食品雜貨的價格則同比約升了11.9% 根據穆迪分析 普通消費者每個月不得不比去年同期 多支付460美元來購買相同的商品和服務 此外 默契根大學的研究發現 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將出現自1932年以來 最大年度降幅 對美國工人來說 雪上加傷的是美聯儲的加息運動 加息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抑制通貨膨脹 還會減緩工資增長 CNN報導 華盛頓特區霍華德大學經濟學教授 AFL CIO工會的首席經濟學家 威廉·斯普利格斯說 目前價格上漲的主要驅動力 實際上是一系列極端的供應衝擊 包括全球供應鏈的失敗和烏克蘭的戰爭 斯普利格斯還說 美國在技術上可能沒有陷入經濟衰退 但對很多人來說 實際開始感覺衰退 根據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的工資增長跟蹤報告 在截至2022年5月的12個月之內 全職工人的名義工資平均增長了大概5% CNN商業網對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的分析顯示 考慮到通貨膨脹 同一時期的實際工資增長為負3.5% 而且絕大多數行業都在下降 對實際稅候收入趨勢 進行了研究的密歇根大學經濟學家 唐立德·格萊姆斯說 實際可支配收入水平和COVID-19大流行之前的水平差不多 通常來說 實際可支配收入水平以每年2%至3%的速度增長 但目前就相反 實際支配收入有望下降5.6% 格萊姆斯說 對於那些存了一些錢來支持消費的人來說 生活可能仍然不錯 但對於那些靠工資過活的人來說 實際可支配收入的下降 這個比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意識到的要痛苦得多 美聯儲的處境比較勒手 在加息以抑制通貨膨脹的同時 還需要盡量不要將經濟推入衰退 6月15日 美聯儲委員會在其聲明中說 堅定地置歷史通脹率回到2%的目標 這個表明更積極的加息並非不可能 美聯儲還表示 預計2022年的通脹率不會下降 並認為2022年的失業率將會上升到3.7% 高於其3月份的預測 高通脹和更廣泛的經濟波動 也引發了一些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擔憂 即工資和價格將會進行賽跑 形成1970年代的工資價格螺旋環境 通脹進一步飆升 然而北馬威高級經濟學家蒂姆·馬克迪說 美國人財務狀況表和收入報表的實力 令人對經濟情況沒有那麼擔心 馬克迪說 人們在大流行期間 有一個來自聯邦支出計劃的儲蓄緩衝 並指出儘管周轉信貸 佔個人收入的比例比去年有所增加 但水平仍然健康 馬克迪說 如果通貨膨脹在未來幾個月內沒有開始降溫 這樣消費者將會開始感受到更多的痛苦 我們有一些緩衝和時間 但時間越來越少 另一方面 德意志銀行預測 在美聯儲大幅加息和經濟出現放緩的跡象下 近期可能發生更嚴重的衰退 而且之前預測的要早些發生 德意志銀行首席美國經濟學家 馬特·勞澤蒂6月17日在給客戶的報告中中寫 兩個多月前 我們預測美國經濟將會在2023年底前陷入衰退 因此 勞澤蒂說 預計2023年上半年 美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增速將在1%以下 隨後在2023年第三季度將會萎縮3.1% 第四季度 勞澤蒂預計美國經濟增長將再次萎縮0.4% 勞澤蒂說 結果是明年的經濟可能會萎縮大概0.5% CPI將會在2022年第三季度達到9%的峰值 德意志銀行做出這個暗淡預測之際 美國人正在與處於40年高位的通貨膨脹作鬥爭 這促使美聯儲在6月15日將基準利率提高了75個基點 這是自1994年11月以來最大的一次加息 作為中央銀行試圖管控更高物價的一部分措施 3月 美聯儲自2018年以來首次加息 官員們將利率提高了25個基點 他們在上個月再次將期提高了0.5個百分點 6月17日 美聯儲官員承諾無條件對抗通脹 同時承認其加息政策將會對美國家庭和經濟造成一定的損害 美聯儲在6月17日的貨幣政策報告中說 委員會敏銳地意識到高通脹帶來了巨大的困難 尤其是對那些最沒有能力負擔更高必需品成本的人 委員會對恢復價格穩定的承諾是無條件的 這對維持一個強大的勞動力市場是必要的 根據聯合委員會的國家通貨膨脹追蹤報告 現在的通貨膨脹令美國家庭每個月損失635美元 同時其他專家也警告說 在不久的未來經濟衰退即將來臨 摩根士丹尼預測未來12個月內發生的經濟衰退可能性為27% 以接受彭博社採訪的經濟學家預測 未來12個月內發生經濟衰退的可能性為30% 雖然美聯儲官員和拜登政府都要盡其所能降低通脹 但雅德尼Research的總裁兼首席投資策略師 埃德·亞德尼則質疑央行在應對通脹方面的撇腳反應 亞德尼在6月15日的報告中說 或者20世紀70年代和近期事件之間最重要相似之處 是美聯儲遠遠落後於通脹曲線 現在又再一次落後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張庭 Catabella Roberts綜合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Hong Kong and the World Hong Kong and the World 世界的香港 Hong Kong and the World 世界的香港